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Joanna的Star Journey 那对于新来的朋友你们好,我是Joanna 我是能量疗愈师,灵性塔罗师 那我会在这边用老天爷给我的礼物 帮助大家一起去探索内在 去看一看我们未来的方向 今天我想要来聊一聊关于迷茫的一个话题 因为最近有很多的朋友都来跟我说 可能正在从事的一些项目 或者是已经做了很久的工作 开始觉得可能出现倦怠期啊 或者是说不知道未来应该怎么走 可能看不到一些方向 也不知道到底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是不是应该继续往下走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被带领着往上一点一点一点的走 一点一点的成长 那到了现在可能你已经成年 你已经才加入工作很久的时间了 那这个时候可能没有这么一个人 一个家长式的人 或者是一个导师式的人 他在告诉你说 接下来你可以进入到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职业规划里面啊 或者人生规划里面 那当这样子的一个引导 他没有的时候 我们的内在其实会出现一种恐慌感 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就是处于这样子的一个被引领的一个模式里面 长大的 那一旦这个部分没有的时候 我们的小我 我们的内在 他就开始出现了一个失去的状态 或者是说一个没有方向感 就好比是没有了那个GPS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接下来的路 他是应该往前还是往左还是往右 或者是往后 我们没有了那个方向 所以当我们出于迷茫期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内在非常非常的渴望 拥有这么一个GPS 或者是说拥有这么一个人 出现这么一个人 一个智者 一个导师 一个上师 或者是一个先知 可以帮助我们去引领我们继续向前走的这么一个 像一个助推起来 或者是一个带领 那如果说你现在的生活当中 没有了这么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助力的话 一个能够去咨询的一个人的话 你的内在的感觉是什么 你的内在会不会像是 乌头苍蝇 它到处乱飞 因为你不知道 或者根本就看不清楚 你的周围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部分 或许你会感觉 它很像 就是有一层厚厚的云 包裹着你 你根本就看不清楚 前面到底是不是悬崖 还是峭壁 还是大海 还是真的有一条路 那它的方向 它会延展到哪里 当你处于这样子的一个 什么也看不清 什么也不知道的状态中 我想要邀请你 能不能够去问一问你自己的内在 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 你可能会感觉到恐惧 可能会感觉到害怕 可能会感觉到孤独 可能会感觉到无助 这些部分其实是很正常 非常非常的正常 那当你感觉到了这些情绪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不要去尝试着去推开它 不要尝试着去躲避它 能不能够去直接的面对它 当你有勇气去面对你正在面临的这些迷茫 这些无助 这些看不见 或者是这些位置的部分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当你跟它面对面这样子直面相处的时候 那种恐惧感 那种无助感 那种孤独感 它其实会慢慢的消退 不妨 你可以去尝试看看 我说的这个方法 它虽然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可是它是真实有效的 那另外的话 我今天也准备了塔洛牌 所以我们会一起来看一看 从指引的方向 来稍微给大家一点一点的小帮助 看一看你现在的迷茫期 它为什么会出现 或者是它想要告诉你什么 它会引领你去什么样的一个方向 什么样的一个部分 那还是我准备三组牌 分别是一 二 三 选好的朋友可以下拉到下面的评论区 那边有时间节点 那没有选好的朋友可以在这边暂停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看看我们的迷茫期 大概还会有多久呢 或者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呢 希望我们怎么样去做出一个 对你来讲是一个很棒的选择呢 你的迷茫期它在告诉你 要去拥有自己的力量 要去拿回来你自己的力量 我们每一个人对于我们的人生都是有掌控权的 都是能够去掌握我们自己要走的路 我们的方向在哪里 当你去把自己的力量去找回来的时候 你的迷茫期就结束了 换句话说 现在你处于的这个迷茫期 它其实是想要教会你的功课 是去找回你的内在力量 去找回你是那个人生的舵手 你是可以去驾驶那台车的 而是哪怕今天没有了那个GPS 你也知道你要走到哪里去 那这个是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们的一些信息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有什么样的信息告诉我们 这是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们的信息 它其实是在告诉你 其实你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你可以去做出各种各样不同的尝试 勇于去跨出那个第一步 不要去害怕你的选择 它是对的还是错的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没有任何的选择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所有的选择都很棒 它都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所以相信你的直觉 去做就对了 你不走出第一步 你怎么知道 这个选择它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是好还是不好 话说回来真的是没有好和不好的选择 也没有对和错的选择 所有的选择 对当下的这个你来讲 它都是正确的决定 所以不妨去尝试看看 去做一些你以前不敢去做的那些决定 我们再来看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想要教会我们什么样的部分 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的迷茫期马上就要结束了 它是出于一个 就是哪怕你不想要过往的一些 这些旧的东西去离开 它也会自动而自然而然的就离开了 它是一个很快速的部分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快要没有耐心了 快要在那个迷茫的过程当中失去耐心了 也请你稍微再坚持一下下 你的迷茫期马上就要过了 过了以后就是阳光就是彩虹 对 好那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那喜欢我的朋友请帮我按赞转发 要关注我 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taxi